我現在邀請劉總席老師來到這邊,謝謝 謝謝曼妮姐 我這一次去代表台灣森林認證協會 發展協會去參加 去的時候 FSC跟PFC這兩大國際森林認證團體 我都沒有參加到他們的周邊會議 因為我們去的時候已經差不多辦完了 不過認證的部分 在國際的認證標準裡面 非常強調一點就是社會參與 那裡面的指標裡面 很多都是談到原住民的參與 等於是我們在台灣成立這樣一個協會 這個一個要求就是說 這個林地,森林的林地 需要由原住民 他們要參與管理 這個地方是他們的地方 他們有這個權利 所以不管是兩大世界認證組織 全球都已經有上億公頃的認證了 台灣現在還沒有推 我們在去年才成立這個森林認證發展協會 希望台灣有100多萬多公頃的林地 慢慢能夠進入這個系統 如果進入這個系統裡面 原住民的角色一定會不得不扮演 因為國際來認證他一定會要求 那我這一次去 不小心都遇到的 剛好都是厄瓜多爾 包括厄瓜多爾的總統 跟王會長我們也去看 他的叫囂得很厲害 他們叫Vivor 我這裡面有寫到 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是自己管 然後自己做主 當然也是像北方國家在抗衡 這一次厄瓜多爾跟英國也是為了這個 什麼危機解密的事情 那他們也讓得不太愉快 那厄瓜多爾呢 我參加了幾個會議 包括上一次那個李彥哲也有參加的那個 他們文化部長也去嘛 然後呢 總統也有一個周邊會議 另外呢 我在一個觀光的議題上也有他們 那這個東西的一個很主軸的角色呢 就是說他們是 也許剛才有人講到綠色經濟 他們也是綠色經濟啦 但是不太一樣的綠色經濟 比較左派的綠色經濟 那在原住民議題上 像他們厄瓜多爾 一大部分的地方 都是屬於原住民的區域 他們盡量去保護他 保留他也不去開發 包括那石油也不給他挖 不挖出來 對不對 就是把他保護住 那這個地方他們去協助他們 發展生態理由 文化藝術產品 那我覺得這個國家值得去 跟英國講什麼 跟美國講什麼 也許值得我們去看 那在這裡面呢 他講到了這個 這是自己的地方 自己管的意思呢 除了講我們人的事情 事實上 他們的概念 在原住民的概念裡面 涵蓋人跟這個自然之間的關係 那個精神要抓住 人跟自然是不是對立的 所以我們要去制止 制止這個破壞環境的行為 那用什麼方式 用他們的方式 就是他們自己 原來他們就有這個智慧 跟自然相處的智慧 那所以我在這個資料裡面呢 事實上我在台灣的原住民呢 做了一些參與 那像我們北部北台灣的 叫GaGa系統 對不對 GaGa或GaGa 大概都是 有一個 我們有人把它翻譯成 狩獵團 因為藍人的組織 那基本上那是他自己管理的組織 然後在布隆祖的話 他們有這個 他什麼 這個叫做 巴黎漢校 很多的阿桑 很多的 這是我們集體決策的 不是 我昨天晚上跟高政治高醫師在談 我們用部落這個名字好像太中性了 用部落國又不太願意 因為國家又有那種強制力 那我們部落是一個很自然的組織啊 我們跟自然關係又不是統治者貴族什麼 那個都是你們亂七八糟亂講 說什麼王主公主什麼 那都沒有啊 他是一個什麼 他就是 用什麼 他們台灣只叫給拿爛 這樣的一個概念在運作 所以呢 每一個部落 都有他自己的一套方式 跟大自然相處 人跟人怎麼相處 那這個部分呢 我想 今天台灣 我們已經講了一陣子了 從1992出來 然後2002到現在2012了 那我這裡做一個就是 我們叫傳統領域 傳統領域對他們來講 也許是神聖的地方 靈魂歸宿的地方 不只是一個自然之眼利用的地方 他使人靈魂他留在這裡的地方 是神聖的地方 他們這個地方呢 是自己要去 我們怎麼樣去協助他 這個部落的人 去管理他這個 他的原來的這個 這個生活的區塊 我想 這是 我看到阿瓜多爾的吉利主張 然後我也看到ICCA 就是那個IUCN 有CEEP 過幾天我們還在韓國 紀州島還有一個會議 那個裡面的副主席 裡面也參加主黨有一場會議 那所以我看到呢 今天的 今年的這個 最後我們的期待的未來的地方呢 因為19號發表嘛 18號我參加那種活動 就是這個有關於原住民議題的 那有好幾個團體 包括IUCN的 很多的 這些團體呢 普遍呢 我覺得 就是說 6月18號大家的期待要做的事情 到6月19號發表出來 我是覺得落差不大 就是說 只是說 落差不大 怎麼做 並沒有講 我們6月19號 怎麼做 沒有講得很強 但是理念是差不多接近的 這是我看到 在這個議題上面 聯合國 他到目前為止 他到目前為止 應該是 剛才那個子倫講的政治脈絡 他能怎樣呢 他能怎樣 事實上各國要怎麼樣 那他也不能怎麼樣 他說提出一個宴警出來 2015 再給你宴警 2015之後 在2012 再給你宴警 但是能夠做什麼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怎麼做 各國怎麼做 讓我們互相的 各國互相的監督 台灣 所以我們剛才黃會長講到的是說 好像 我們NGO自己可以來 那我會覺得呢 NGO就是 環境資源部的 NGO 那要盯緊這個環境資源部 官方的這個部分 那這樣我們往前走 我是覺得 我們台灣雖然現在不是會員國 但我會感覺到呢 我們還是有 一樣可以做 例如說我們在原住民議題上 我覺得現在就是說 我們按照這個順的這個東西 我想我參與了十幾年 原明會剛開始我跟他講這個 他們也不太能夠接受 他們搞不清楚 現在原明會我感覺 也慢慢都知道要這樣做了 那現在國家公園 我們旁觀園這邊 他在那個台江那邊 已經這樣幹了 所以 這部分 經過 一二十年來的磨合 已經往這個方向 那 以上呢 我就先講到這裡 因為我的飛機不太等我 我抱歉 每一次都匆匆忙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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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各位正希老師 我們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